大国外交最前线 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就在当地时间的12号的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 与阮夫仲总书记 举行了会谈 将中越关系继续向前推进 那么作为今天繁忙一天的 最后一个安排 那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将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夫仲夫妇和越南国家主席 吴文长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 地点就是我现在身处的 河内国际会议中心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二层的宴会厅 走进这个宴会厅 我们感到了一种 非常浓浓的热烈的气氛 大家看这里 有中越两党两国的旗帜 用鲜花和各种各样的情景 装饰 营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氛围 大家看就在我身旁 在主席台的下方 有中国的长城元素 有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的场景 有牡丹 有荷花 也代表着中越两国人民的 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意 而在这个山水相连的造型旁 有一条长桌 这就是今天宴会厅的主桌 习近平总书记 阮夫仲总书记 武文赏主席 以及中越双方的主要陪同人员 将会在这里就座 那据我们从相关方面了解到 也从今天其实现场的明签可以看到 你看那里 阮富仲 武文赏 范明正 王廷慧 张世梅 这里有五位 而在下面的圆桌部分 还会有十一位 也就是说 十六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今天将悉数到场 足见越方 对此访的高度重视 现在距离宴会正式开始 还有一段时间 现场的工作人员 还在进行着各项的准备工作 那么除了体现重视之外 越方出席人员的重量级 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务实的考虑的 上次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越南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 与阮夫仲总书记的会谈现场 七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陪同出席 阮夫仲总书记当时是这样说的 他说 越南方面这样安排 不同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陪同出席活动 是为了确保 每位都能够听到重要指导意见 2022年的10月 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 一周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夫仲又率领着六位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到访中国 那么在10月31号晚上的 欢迎宴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也向阮夫仲总书记 一一介绍了 中共中央 新进政治局常委同志 那么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常到邻居家串门 常到同志家做客 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关系的一段佳话 作为好邻居 好朋友 好同志 好伙伴 中越两国有着情同手足的情意 有拥抱合作的意愿 更有理念相通的志向 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越南革新开放 也重处在关键期 中越合作面临着关键历史机遇 所以无论对于中越关系 未来的发展 如何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如何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我想 两党两国领导人 都希望抓紧一切的时间来充分地沟通交流 一会儿欢迎宴会将会正式开始 我们继续关注